在上周的节目当中 我们讨论了许多有关于老人照护的议题 接下来让我们马上来复习一下 用那个替蚀的玲珑 说的就是说 哎呀 如果说头去 没蚀就带不你 事实上是 首先就是会眼睛干 不舒服 看不清楚 当然看不清楚就影响到很多的生活 除了这个以外 事实上老化验以外 还有白内障的问题 白内障 他是外科医师 你知道吗 他有一天就是在看诊的时候 突然这样 我说你在干什么 对 我说你在干什么 我就觉得很奇怪 对 他说 他说你有没有看到 我这边好像有蚊子 旁边有蚊子在那边跑 我说没有 哪有蚊子 结果后来他赶快去眼科当场 他下了诊就去眼科检查 原来他已经得了飞纹症 他不知道 总觉得好像有一片黑乌乌 然后那个乌是点点点的 好 右眼得飞纹症就算了 左眼他觉得白乌乌的 前面总是有一个那种 白云在那边笼罩在前面 结果他得了白内障 那有一天他回来 我说爸 你为什么去缝双眼皮呢 然后他就去割双眼皮 眼睛变得很深邃是不是 对 没有 他割双眼皮的 眼皮是要把他这里 他割了双眼皮吗 对 医生要求 睫毛倒叉吗 不是 不是 因为他流眼油全部黏在这边 他老了眼皮会垂 你知道吗 老了眼皮 这里会比较垂 对 他把它割了之后 反而是让他把它打开来 这一块来 不是眼头好吗 就是打开来这一块 开眼头 开眼尾 他其实真的是一种运动 就是有点像提纲 就是B7的这种运动 对于改善尿湿劲的效果 是还蛮不错的 他说像你现在在录影 没事啊 主持人在讲话 你就可以练习提纲 练不改色的提纲 这个不但可以让你的 泌尿系统改善 可以让你的功能改善 我这边教大家一个叫做 河骨穴 河骨穴就是在虎口的位置 可是大家都不会暗想说 按都没感觉 这样就错了 其实首先先要上自己 然后另外一只手 是从后面往前面这样找 对 这样才能按到 所谓的河骨穴 按这个需要可以 预防心血管疾病 它可以软化血管 尤其是说老人家 围脖子 那个围巾围脖子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一般来讲中风 我们这边脖子后面 是比较容易冷的地方 那通常颈动脉的中风 也是很多的 老人家居多的 所以就是说不管 你再怎么样也不要让自己脖子昭凉 还有肚子昭凉 脖子 肚子跟脚 对 我觉得说你现在看到这个节目 的任何一个人 每天至少都喝到 1500cc到2000cc的水 甚至到2500cc 不是一口喝下 而是你觉得嘴巴有点干了 不要等到嘴唇都干了再喝 那是很危险的事情 因为我一坐下来看诊 通常三个小时没时间上成熟 我说我在诊 事实上我就会提醒我的小姐 你小姐多可以提醒 还有太太 不要提醒我 多喝谁 有关于许多老人的议题 大家是不是复习完毕了呢 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将继续跟各位讨论 有关于老人照护的尝试 赶快拿起你的纸跟笔 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 健康好简单 其实老人家它在矿子上面缺乏 确实是钙都营养不良 就是钙的一个摄取量不够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钙的来源的话 一天是1000毫克 那我们一天会建议就是要两杯奶 大概就是补充500 但是老人家会有个问题 就是他们比较有乳糖不耐症的 一个问题 可能他牛奶会拉肚子 那其实现在坊间有很多的豆浆 因为老人家对豆浆的 那个接受度比较高 但是豆浆它基本上来讲 它钙含量没有这么高 所以不是用豆浆来补钙 是你可以选择一些豆浆里面 它可能有一个强化钙的东西 就是它有额外再添加钙 那它上面 其实你买那个豆浆上面都会写 比如说它这个豆浆 它有强化钙 但是它有额外添加 你可以选择这个 那老人家它就其实 不用就是喝到牛奶拉肚子这件事 要不然它会越来越排斥喝牛奶 那另外就是说 像我们一般在讲的一些 小芳豆干 黑芝麻 或是小虾米 五香豆干 其实它是植物性的一个钙来源的话 它也很丰富 那如果吃素的一个老人家 比如说钙子的来源里面 比如说像是黑田菜 芥菜 小白菜 或是说像一些皇冠菜这些 那它可以把它煮熟一点 然后把它那个 主要是那个菜的梗 就是说可能老人家 它在吃的时候不太方便 那如果家里有家人 可以帮忙就用剪刀 对 把它剪一剪 其实照顾老人家 就像照顾小朋友一样 就是说它其实是 那个工具其实我们带着就方便很多 对 没错 那你就 因为老人家很排斥的是喝牛奶 再来就是说他们很排斥 吃硬梗的蔬菜 那这两个方式 都可以把它稍微这样做一个解决 好 那老人家吃钙片这个事情 对 其实老人家如果他有 比如说他也不喝牛奶 那他可能饮食上没有很均衡的话 那钙片的选择上面 其实你要特别注意就是说 第一个上面你可能要选择大厂牌的嘛 那你要照上面的剂量去吃 因为老人家可能想到就吃 或没想到就不吃 然后再来就是说可能会吃过量的问题 那有一些钙 它可能碳酸钙的部分 会导致可能有一些便秘的问题 所以你可能放在餐跟餐中间去吃 那老人家有一个问题 像我们家就是 你买保健食品给爸爸妈妈吃 他们永远不知道到底哪一个要吃 所以我们都会像 就像刚刚林医师他建议 比如说用药还是用盒子 那我们上面会用那种标签子贴起来 上面写说早晚一颗这样子 那老人家可能他眼睛在看的时候 他就知道说字体大 然后又是有告诉你说一颗不是 因为其实那些保健食品 它后面写得很小 那爸爸妈妈也不知道 他到底要吃几颗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那适当的一个钙片的补充 其实是可以的 可以的 OK 那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很多人都会问这个问题 就是钙片到底要早上吃好 还是晚上吃好 因为我们法师傅 比较便宜的钙片其实它有分 比较便宜的话 它可能在那个所谓的一个碳酸钙的 一个成分会比较多 那这个没有不好 那你就放在餐跟餐中间吃 那如果爸爸妈妈 他可能在所谓的一些 比如说他可能情绪压力比较大 晚上睡不着 其实可以放在晚餐饭后吃 因为钙其实它本身 也有一个稳定神经的一个功能 那现在的钙都会有美 也有维生素D3在一起 所以你买的时候 不要买以前那种 只有单纯钙的 因为你要有维生素D3 它可以帮助钙的吸收 所以你在家人在购买钙片的时候 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OK 好 饮食补充非常重要 可是一定要再强调 因为台湾跟其他先进国家 比较不一样的是 我们老年人因为某些原因 晒太阳的比 相对比西方 甚至比日本人少 可能很多年纪 这样来大一点的 你姓朋友也希望能够 白白润润等等 所以就缺乏晒太阳 事实上我们认为运动 如果能够早晚去走走步道 事实上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晒一下太阳 晒太阳 晒太阳可以让你快乐 我想全世界很多 彭医师都没晒太阳 有啊 他是 有做防战 而且他 这个体质很好 所以晒什么都不会黑 不过我想也可以 当然这中间还有很多老年人 一定要注意晒太阳 要戴黑眼镜 这个紫外线要尽量保护 你可以像那个阿辉伯一样 很酷酷的装 这样也可以 那事实上 我还是鼓励 一定要晒太阳 男性女性的一样 我想如果并没有皮肤上的一些特别 当然要防晒 皮肤得癌症等等 台湾人本来就比较少了 可是这些尽量去避免晒伤等等 一定要早晚 趁有一点阳光的时候 去走一走的时候 吸收一点钙质 我相信骨质疏松的问题 加上适量的 都不用什么药物补充了 那个钱都可以省下来 那我们讲到如果说 对老人的关节来说 在中药的药方里面 有没有什么是对老人的关节 是可以特别加强的 有中药里面 补充老人这种关节退化的药材 非常多 像最熟知就是 龟鹿二仙胶 什么六味地黄丸 胡浅丸 寄生圣骑一大堆 但是因为他们毕竟是中药 所以大概民众 没有办法自己服用 所以我这里就介绍一些 比较简单的药材 像这个杜粽 杜粽的话 它其实是一种树皮 选择的话 就是越厚越黑的 效果越好 那一般就是可以加入 食物里面一起饮用 再来就是穿虫 穿虫是补血的 那老年人就是 气血两虚 加上补肾气 补干血 这样可以改善 我们关节的循环 OK 好 那刚才彭医师讲了 这一些我们大家耳熟能详 关于关节的这个部分 那他们有什么不同 你是说这些药方 对 这些药方 对 他常常就会 也是像我们父亲 也像年纪也是大 我妈七几岁也是一样 对 他有时候真的是 他有时候最害怕是什么 就是说他完全忘记 他刚做了什么事 比如说他开了瓦斯 他忘记了 这个是最危险的 对 然后他就去睡觉了 然后问他的时候 没有啊 我没开了 你知道吗 可是我说你在睡觉 可是我明白 我应该在天空 在我怎么办 就会一直跟我讲 以前的事我就知道说 他可能会有一点点的 就是在脑部上的记忆上 已经开始慢慢在解退了 那个时候 我这里就介绍一些 比较简单的药材 像这个杜仲 杜仲的话 它其实是一种树皮 选择的话就是越厚越黑的 效果越好 那一般就是可以加入 食物里面一起饮用 再来就是穿虫 穿虫是补血的 那老年人就是气血两虚 加上补胜气 补干血 这样可以改善我们关节的循环 OK 好 那刚才彭医师讲了 这一些我们大家耳熟 能讲关于关节的这个部分 那它们有什么不同 你是说这些药方 对 这些药方 是 其实要看辨证 因为所谓退化性关节 它有分型 在中间来讲 有的是属于肝肾两虚 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补干血 再补肾气 这个时候最好的就是六味地黄丸 因为六味地黄丸的滋补效果很好 这样它是用蜂蜜下去治丸 所以对老年人来讲 它非常的滋润 口感又好 那如果说年纪更大 已经到八九十岁的时候 这些药材可能 俊补的效果就不够 可能要给到所谓的虎浅丸 里面可能就会给一些 虎浅丸 对 什么虎边啦 一些比较高贵的滋养的药材 但是不管什么样的药材 其实都是要看 每个人肠胃的体质 为什么一直看零食 肠胃要不好 已经都是大家吸收 一直不好意思 脸一直红起来这样 就是每个人体质是不同的啦 还是要看自己的体质 还是要依照体质来做适当的药方的选择 OK 好 那再来我们再来看到 老人家容易出现的下一个问题是 脑子只会想当年现在的事情 广广广广广 老人家都会说 你医师有点这种症状 想当年 有啊 刚才也讲想当年 而且一件事情 谁说谁不记得了 谁说谁不记得了 一件事情 要说十遍 然后还问你说 我脸更红了 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 其实很多老人家会这样 会 她会想起以前的 碰碰纬约 想起以前怎么打拼天下 想起以前 我们怎么要把尸把尿带孩子 然后呢 可是呢 你刚刚讲说 你刚是不是有上过厕所 她忘了 就很糟糕 就是其实就是老人家 一个退化的现象 对 而且有一些疾病 其实也是在她身上 像阿仔莫症之类的 对 她常常就会 也是像我父亲也算 年纪也是大 我妈七几岁也是一样啊 对 她有时候真的是 她有时候最害怕是什么 就是说 她完全忘记 她刚刚做了什么事 比如说她开了瓦斯 她忘记了 这个是最危险的 对 然后她就去睡觉了 然后问她的时候 没有啊 我没开啊 你知道吗 可是我说你在睡觉 可是我冥忙 我应该 在替光地说怎么办 就会一直跟我讲 以前的事 我就知道说 她可能会有一点点的 就是在脑部上的记忆上 已经开始慢慢在解退了 那时候我们就是做小孩子 要更注意一些这样子的一方面的事 是 我们要怎么样去分辨说 她是老了记忆力衰退 或者是有所谓的这种 阿兹海默症的这种状况 明日的记忆 真的已经忘记了 还好我刚刚讲什么 还记得 就讲以前会晃的事而已 OK 我想我还是先提醒各位 并不是所有老年人想当年旺光光 或是她记忆差 就表示她一定是失智症 是 不是 她很可能是中风后的后遗症 很可能是她血糖的问题 很可能是她很多的问题 她又不要忘了 我们都没有去关心她 所以她一直要跟我们找话题 对 焦虑忧郁 还有酒精中毒 我想台湾很多酒精中毒 所以年轻的时候 知道她常常就这样 那还有很多的感染 有一些肿瘤 肿瘤转移到脑部 不要忘了 我们有很多肿瘤 是在已经转移到脑部才发现 肺部也一样 肝脏也一样 所以不要忘了 还是要做基本的健康检查 这个都做过了 没问题 然后这个我们都知道 失智症也是上帝给老年人 有时候某种程度 也是一种必要的 因为她很多事情就忘了 现在很辛苦的事情 就不记得了 都记得以前辉煌的时候 快乐的时候 可能她生活 就会过得快乐一点 我想这个过程 应该是联系性的 应该是进行性的 那到底有多少人会 理论上我想 你说得对了 50岁以上的人事上 就已经很多都有这样的问题了 那可能我要好好去找我的老师 做一些很多的评估跟评量 你要记得昨天看的患者是谁 那目前台湾统计出来 是大概4%到5% 真正已经经过所谓的调制 就所谓的很多的问卷 很多的处理确认它 因为它这是一个正候群 不是单一的问题 不是智力的问题 然后还有很多的一些考量 共同来分辨 那中间的大部分 70%可能就是所谓的阿兹海默症 我想大家都知道 是因为雷根 它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大家全世界对 那事实上我想翻开很多历史 我们也都看到 事实上很多历史的名人 都有这样的问题 那到底要怎么办 我想年轻的朋友 还是应该细心地去观察 爸爸妈妈的变化 那老年人自己也应该要慢慢 像收看这样的节目 慢慢他自己就会知道 原来我有这样的问题 我跟我老婆最常斗嘴的一件事 你看明明我刚才跟你说的 放在桌子就忘记了 那你是提早早点早点时代 那现在在这里 所以不能讲太多 那不过我想 最主要的是说 这个中间应该要有自知之明 那知道说这中间是在进行的 是一样跟我们刚刚讲那个 那个社会线的问题一样 这是一个智慧的开始 该忘了的时候就把它忘了 但是您刚刚所提的一些意外 等等事实上也是很多都需要 要去重新训练 我们说老人孩子生 老人孩子生 所以很多东西就像小朋友 开始学习一样 如果我们是年轻一点的人 爸爸妈妈有这样的问题 我想你要想办法 你不是一怪的折磨 妈妈你怎么不记得了 大家都不记得 其实他会一直重够讲 他没有办法控制 甚至到最后厉害的时候 那天早餐他都忘了 我想我二十几年前 在学生时代看到的一个电影 我就讲以前了 那个张爱佳演了一个很有名的电影 事实上就在讲他婆婆 又老人世之症 然后还有最近的电影 我想那个影像影帝 他讲的它是早年的痴呆 我想早年的痴呆 那是更是难以接受 那到底有没有 有很多夫妻 所以早年的痴呆大概几岁 我想早人痴呆四十几岁 就有列很多这样的案例 那我自己的病人 当然我不是最方面的专家 可是我相信六十岁以上 这个根据现在的统计 至少有五个人 已经进入必须要专业医师的治疗 那所谓的这个轻度的等等 不需要说特别专业的治疗 只要去关心等等 这些事实上是已经是相当多 那在生活上我认为 很多我们今天谈到的 就是生活上的一些改变 我们心肺功能 市场要去预防它 我们跌倒应该去预防它 我们应该多运动 我们在饮食 在中医很多强化当中来改善 那当然西医也有很多药物 也可以帮忙 市场也不要害怕 有些东西像我们说 我们大家都已经觉得说 这个银杏 我们是有帮助的 那到最后 我给我自己也一样 跟很多朋友一样 还是一样 就是多蔬果 多蔬果 少肉 多运动 维持身体的健康 适度的饮酒 不可以抽烟 呼吸 新鲜空气 适度的抽烟 培养嗜好 还有最重要的 要跟亲人要和乐相处 因为亲人才 尤其要跟老婆好一点 你看在言语当中 她的恩爱都这样散不出来 就是你的另外一半 一定是你最重要 下半身最重要的一个 要有最大的依靠 对 要对老婆好一点 各位男生朋友 下半辈子比较好过 是不是 不过在那个 我们医疗的这个失智症里面 有一些警讯 我想可以提供出来 我们都是 我们不是讲十六真言 现在强调十六字 没有没有 没有十六字 我们十大警讯 第一个当然就是 她有一些想要表达 她已经开始 你觉得她表达 林医师以前很老说话 说得很顺势 台队也很练 为什么 最近如果看 我说我孩子 我儿子 爸爸怎么最近 想要表达一件事情 都不太完整 用词前置 不太完整 这个就是一个警讯 第二个警讯 她本来很深认的工作 她煮菜煮得很好 奇怪 怎么最近 经常不去放盐 经常不去放这个 经常煮不熟 那其实就中间 她其实她忘了 她中间有些东西 平日很熟悉的 买菜 今天没有买 很多事情 今天怎么样 辣掉了 这个就是 第三 那请问一下 原味的跟那种 有调味的 调味的话 其实很多调味奶 它不是牛奶 对 它其实是加了 很多的果汁 或是所谓的一个糖 或巧克力粉进去 所以其实 调味奶 其实它并不是奶 你有可能要看一下 它的一个 那如果奶粉呢 如果是奶粉的话 就是说 它看它的奶粉的比例 巧克力奶粉 其实我们不太算在奶里面 因为它一半以上的来源 都算是在糖里面 可可 十大警信 第一个当然就是 他有些想要表达 他已经开始 你觉得他表达 林玉士以前很老说话 说得很顺势 台語也很冷 为什么 最近看 我说我孩子了 我儿子 爸爸怎么最近 想要表达哪一件事情 都不太完整 用词前置 不太完整 这个就是一个警讯 第二个警讯 他本来很深认的工作 他煮菜煮得很好 这块怎么最近 经常不去放盐 经常不去放这 经常煮不熟 那其实就重要 他其实他忘了 他中间有些东西 平日很熟悉的 买菜 怎么今天没有买 很多事情今天怎么样 辣掉了 这个就是 第三 记忆力减退 我想这记忆力减退 大家比较清楚 活力 很多人都说活力 活力 忧郁也会 等等 心情不好也会 可是长期心情不好 如果你是他的家人 亲人 你应该要注意 要去分辨 他到底是不是焦虑 到底是不是忧郁 是不是要给 我诊所就是第一个 有精神科医师 专业注诊在我的诊所 那是不是应该 请他评估 是不是请彭医师 中医的角度来评估 他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 有没有忧郁就力 排除以后 他为什么 还是常常活力减轻 事实上很多失智症 他自己 就会这样 活力 他喜欢做的工作 就是他没有兴趣了 对什么事情都没有热情 摆 东西摆了 忘了等等 那当然是很常见 大家都知道 还有呢 进一步了 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所谓的意识 清楚 不清楚 人实地 明明这个就很熟 这个不是姓妈 那不是 那总统叫是不是姓马 或姓蒋 OK 那这个当然有问题了 对人 然后现在到底 明明是暗时 我现在这时候 我要出去 其实是晚上 对 白天晚上分不清楚 在哪里都不知道 现在 现在就在白河 我们妈妈 常常有东西 我来问 你现在在读 你知道吗 你去金属 你不知道 给我问 现在有东西就说 我现在在白河 我们妈妈 在白河 所以时间 地点 还有一些警觉 警觉 他以前 对很多事情的警觉 他现在没有了 你想 以前他开火 他就很小心 很急 他开火忘记了 竟然还会去睡觉 这个就是警觉 对 开了洗澡水 竟然一直躺在床上睡觉 这个中间都是 还有当然其他 就是奇奇怪怪的 所谓的比扎 比扎就是 怎么他穿衣服 比较那个 什么比较怎么样 明明现在是天气很热 怎么他穿得不舒服 他穿得不舒服 或者衣服穿得顺序 那个性上的改变等等 这个就是更大的 好 再来就是 行为上 情绪上的变化 那当然 有些是没有办法 很短 或是很容易分辨 这个有时候 也要专业的医生 帮你的忙 还有抽象的思考 那这个就比较复杂了 你可能要对你的爸爸妈妈更了解 知道他以前想的是怎么样 怎么现在不一样 这中间的改变 已经对国民党分到要死 想到现在 那类似这样 有时候 常常也是 失智症上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警讯 那提供给很多年轻的朋友 衡量自己 衡量爸爸妈妈 给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 开始注意说 自己有没有这样的警讯 其实现在在网络上面 我们也可以就找到一个评量表 那有些可能 爸爸妈妈 他没有办法去接受 就说 我怎么有 但是我们可以用比较 比较善意的方法 用聊天的方式 去测试 这个部分 其实在网络上 或是有一些组织 团体资料都还蛮多的 我们要可以去运用 对 而且我觉得 像我的预防方法 就是说 如果说有一天 好险那是两次 我们都刚好回到家 看到锅子上 已经空炉在烧了 如果想说再持个十分钟 大概我们就 整栋大楼就烧起来了 对 可是你问他是没有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在瓦斯上 加装了一个安全定时所 他自己会平掉 对 自己会跳回来 比如说我今天我要用三十分钟 我把它转三十分钟 或十几分钟 时间到他自己会把它跳回来 其实家里有老人 就必须要这样的装置 还有就是说 出门我都请我爸妈 自己一定要带他的身份证件 或者是请去印一张 自己一个卡片 随身让他带那个硬的卡片 那个然后把它压克力的那种 然后把它随身带在身上 可是他最好就带身份证 他的健保卡 因为老人家只要有任何事情 如果说路边的人叫119 他会马上的去通知 这个 这边的家人 他的家人 他的户籍地址在哪里 然后可以从他的管区 马上找到我们 是最好的方式 对 现在有智慧型手机挂身上 这样可以用智慧型 也是一个定位 GPS走到这里都看得到 是是当然人时地益之后 他像我妈妈到我一段时间 事实上我第一次真正知道 我妈妈失智蛮严重的事 我的病人朋友打电话跟我讲 你妈妈在我吃 不知道要怎么回去了 这个已经是到一定的程度 所以这个很多我想国外 欧洲 日本很多已经利用GPS 在帮助 那这中间你只要告诉妈妈说 你找不到你就直接就对了 因为我们就知道了 所以这中间我想科技的进步 用心还是很重要 对 是 好 我们再来看到老人家的 第六个问题就是 营养吸收不好 好 来 其实现在老人家 在所谓的补充上面来讲 我们针对2005年到2008年 最新的营养调查发现 老人家最容易缺乏的一些矿物质 就是钙 铁 铁跟维生素B補的 一个部分 因为现在老人家其实 他在所谓的一些热量 或者是说一些蛋白质的摄取上 其实都还满足够的 因为现在人其实吃得很好 不像以前的老人家 他可能就是比较偏瘦 现在人可能就是老人家 他可能在血脂上面 血压上面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这边针对的是 针对是它的矿物质的部分 做一个补充 那钙的部分像牛奶刚刚提到的 就是说你可以 如果说你喜欢 可以喝牛奶 你就喝牛奶没有问题 那常常就要问我们说 那个买的新鲜的牛奶好 还是泡奶粉的好 我会跟他们讲都一样好 你只要一天两杯 你就可以得到你的一个 钙质的一个补充的版 那请问一下原味的 跟那种有调味的 调味的话其实很多调味拿 它不是牛奶 对 它其实是加了很多的果汁 或是所谓的一个糖 或是巧克力粉进去 所以其实 调味奶其实它并不是奶 你有可能要看一下 它的一个 一个里面的分标 那如果奶粉呢 如果是奶粉的话 就是说它看它奶粉的比例 巧克力奶粉什么什么 或者是说一般在大卖场 卖的那种新鲜的牛奶 这一种才叫做我们可能是一个 比较完整的一个营养素牛奶的 一个来源 那我刚刚有提到 就是如果你真的会拉肚子的 你可以买豆浆里面有加强化钙的 这一种也可以 那再来铁的部分 因为我们发现大概是70岁 71岁以上的老人家 他为什么在铁的一个吸收比较差 因为它可能在所谓的一个 肉类的摄取会比较少 像我刚刚讲的 它们可能会有些心血管的问题 或是一些血压的问题 所以它们相对的 它们就会在饮食里面 把它的肉减少 那减少这件事情并不是 并不错误 我们通常会希望是 一半是动物性的 一半是植物性的来源 那动物性比如说像我们知道的 鸡鸭 鱼啊 或是一些猪肉 牛肉这些 那植物性的就是 像黄豆 毛豆 黑豆 这三个它是属于片植物性的 它的制品 比如说像豆浆 豆腐 豆干这些 那我们会希望就是说 因为有些老人家 它所谓的营养的一个问题 就是它可能有一些 缺帖性的贫血的问题 尤其是女生 可能会容易有这样的问题出现 那它可能需要一点点的 所谓的红肉的部分 那也不用太多 大概两到三天 你可能是一个手长大的 一个红肉的部分 其实就足够补充它的贴脂 因为有些老人家 它已经到了后期 它没有惊奇的问题了 所以贴脂的补充 也不用到那么的急促 这样子 那另外美的部分 这有些家里面的人就会说 爸爸 妈妈牙齿不好 他就会把它们把东西打成泥 或打成汁 打成泥跟汁 好吗 这个其实你想想看 通常如果你把肉 菜 什么丢在那个果汁机里面打 你出来你自己都不 那个味道你都不太能接受 何况是你给你爸爸妈妈吃 做成水饺就好了 对 所以其实 所以其实我们针对一些老人家 他可能在牙齿不好的情况之下 当然当务之急就是说 你当然还是要稍微治疗一下 你的牙齿 但是如果真的不行的话 你可以吃一点 比如说半点 那我们会希望就是说 因为有些老人家 他所谓的营养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可能有一些缺帖性的 贫血的问题 尤其是女生 可能会容易有这样的问题出现 那他可能需要一点点的 所谓的红肉的部分 那也不用太多 大概两到三天 你可能吃一个手长大的 一个红肉的部分 其实就足够补充他的帖子 因为有些老人家 他已经到了后期 他没有惊奇的问题了 所以铁匙的补充 也不用到那么的急促这样子 那另外铁的部分 就是其实刚刚临时有讲到 我们现在是提倡的 摄取五蔬果 五七九的一个部分 那补充铁的一个部分 那铁其实跟所谓的一个 智力的一个神经细胞 它是必须的 那甚至有一些 比如说像是有糖尿病患者的 我们也希望他在饮食里面 多一点的一个蔬菜 来增加它的铁的一个摄取量 那另外维生素B2 其实它跟牛奶 为什么它会讲到B2 其实它跟牛奶有关 因为我们国人其实 乳制品的摄取量 几乎达到45%到50% 就是以这样调查结果来看的话 那如果老人家可以的话 其实有一点点的那种冰淇淋 如果它是有那种 鲜奶做的冰淇淋 如果它可以入口的话 因为其实国外很多老人家 他是会吃冰淇淋的 所以它的钙的补充 好的冰淇淋对不对 对 就是原味的 原味的 牛奶做的那种冰淇淋 其实可以建议 可以偶尔来个一球两球 也不错 但是不要吃那种有甜味 太多的那个 比如说什么草莓口味 或是巧克力口味 是原味的做那种 鲜奶冰淇淋也不错 好 那要少吃哪一些食物呢 好 其实在少吃的部分呢 其实最主要还是 少油的部分 那少油这边是减少 是不饱和脂肪酸的部分 像一般来讲就是 老人家会用比如说 像猪油 牛油去炒菜 就是猪油是最多的 还有吃素的人 他可能会有一些 那个类似像 棕榈油这个部分 那棕榈油其实它就是 我们通常在讲 它的组成分里面 它比较偏向于 饱和脂肪酸比较高 那饱和脂肪酸比较高 它就容易造成 所谓的血管去阻塞这个问题 简单讲是这样子 所以吃素的老人家 不见得心血管疾病 发生率很低 我们常常在用油上面来讲 而且它用油的量也会增加 所以这一块是我们希望 在油的部分要建议的 那另外动物性蛋白质 其实我刚刚有讲 如果说你不是属于 营养不良的老人家 是很正常的 体重也OK的 那你其实动物性的来源 比如说像刚刚讲的猪肉 牛肉 鱼肉 鸡肉 或者是所谓家禽类的部分 其实三分之一的量就好了 三分之一的量 那很简单 比如说像早上 你就是吃可能豆腐 豆干这些 那中午的话你就可以吃 比如说像鱼肉 鸡肉 甚至吃一点猪肉的部分 那晚上的话 其实你就会回归再吃一点 像豆制品 毛豆 黑豆制品这些 那你就是大概控制在 三分之一的一个动物性蛋白质 那扫糖 这个为什么要点出是 其实老人家跟我们年轻人不相同 他们很少喝那种饮料 所以他们的糖是来自于哪里呢 就是说 尤其是中南部他们在 像我们在做菜的时候 他们会加额外的糖进来 因为他们加了盐之后会咸 咸了之后就加糖来中和 所以他们的盐跟糖 都是从所谓煮菜的部分里面进来的 跟一般的那种 喝饮料不太一样 再来第二种糖就是说 他们会喜欢吃一点高饼类的东西 那这种糖的话就是表示 于是精致糖的部分 可能造成一个体重的增加 那另外就是这两个其实很重要 过期的食品跟隔夜菜 老人家就是会怕说怕胜 就是把那过期的就是一流再流 尤其是我们看很多早餐 它那个花生其实都已经软掉了 它还是在吃 那里面其实黄麴毒素的问题 它有一些可能老人家 它在做一些 我想北部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有冰箱可以储存储放 那有一些可能会 它会放在那个 比如说那个 土耳朵里面 土耳朵里面对 那如果说天气热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所谓的一个 一个细菌滋生的问题 所以老人家其实 他在所谓过期食品跟隔夜菜 隔夜菜真的 我真的建议 如果说真的人口少 就煮得少一点 那煮得少一点 隔夜菜的问题是什么 营养流失 对 它的维生素B群 维生素C其实都流失了 那它可能吃到就是可能只有 那个蔬菜里面纤维的部分 那隔夜菜还有卫生问题 如果说你没有把它保存得好的话 其实它是坏掉 可是老人家鼻子 其实它没有像我们 有时他们吃到坏掉东西的敏感度 没有像我们年轻人这么高 所以其实他们吃的东西的时候 其实有的是坏掉 可是他们有时候闻不太出来那个味道 对 所以其实在这个隔夜 那隔夜菜刚刚提到就是加很多的盐 加很多的酱油 那可能有些酱油加过头就加糖来中和 那这些都是问题 是 还有因为老人家的那个牙齿不好嘛 所以他就很懒得去咬了 那或者是牙齿掉了也没有去补强 也就是没有去补 然后就觉得好像我只剩下前面可以咬 后面已经不能咬了也没有去补 那这个部分 因为有些老人家觉得要省钱啦 他觉得说做一颗牙齿好贵喔 然后也就没有去做了 那这地方都会影响到 他的营养的吸收嘛 对 所以有些家里面的人就会说 爸爸 妈妈牙齿不好 他就会把他们把东西打成泥 或打成汁这个部分 打成泥跟汁 好吗 这个其实喔 你想想看喔 通常喔 如果你把肉啦 菜啦 什么丢在那个果汁机里面打 你出来你自己都不... 那个味道你都不太能接受 何况是你给你爸爸妈妈吃 对 所以其实 所以其实我们针对一些老人家 他可能在牙齿不好的情况之下 当然当务之急就是说 你当然还是要稍微治疗一下 你的牙齿啦 但是如果真的不行的话 你可以吃一点比如说半柳子的 比如说可以有一些肉丸 他可能做比较柔软 比如像混沌啊 獅子头啊 对 獅子头的部分啊 或是粥品的部分啊 或甚至于如果不吃粥的话 老人家不是只能吃粥喔 他可以把饭 然后在煮的时候把水增加一点 对 让它的辅然 比较软一点 对 我们是吃 比较软一点的饭 而且有糖尿病的老人家 要特别注意 不要吃太多粥 对不对 就是说糖尿病老人家 他在吃粥的时候 它的餐食里面要搭配比较多的蔬菜 让血糖比较餐后 血糖不会上升得这么快 是 就是它其实是有一个搭配性的 那如果真的比如说像牙齿不好的 它比如说吃面包啦 吃馒头啦 它其实是可以沾牛奶 或沾豆浆 就是让它稍微软化一点 那它可以稍微这样 在嘴巴用那个牙龄稍微弄一弄 它就可以吞进去 是 然后如果像比较难消化的鸡肉 你可以选择鸡腿肉 或是蘸一点 裹一点点的那种太白粉 让它的那个滑润度比较够一点 让它比较好入口 那重点是 你一定要吃吃看 因为你那个色香味都不够了 就是一定也要好吃可口嘛 不然人家 我们自己都不想吃了 老人家怎么会想吃 对 没错 就像我那个我宝宝还 我女儿很小的时候做副食品 然后我说为什么他都不吃呢 结果那个护理长就说 你自己吃吃看 他说好难吃喔 真的 没错 好 要兼具到那个美味 美味可口 这样它才不会引起营业 对 那乙里 你也有做一个那个 那个叫什么食谱是不是 对 我有做一个食谱的部分 一天里面 那针对老人家 其实我们会希望就是说 如果你的胃口 再搭配运动上面来讲的话 我们会希望是可以用少量多餐 或甚至于它是有 三个正餐 两个点心的部分 那如果有些老人家 他确实他喜欢有吃一点宵夜的 他想要有一点点宵夜 那我们还是有帮他设计 晚上的点心 那早餐的部分 像地瓜稀饭的话 就很符合 比如像地瓜花膳食纤维就很高 那我们会希望有个青菜 有个动物 那个植物性的蛋白质 像豆腐的部分 那豆腐尽量要选择的是 不要是那个三角油豆腐 它那个可能经过油炸 它的油脂的热量会比较高 一般传统的豆腐或甚至于 那个嫩豆腐的板豆腐都可以 那有些老人家会喜欢吃酱 刚刚提到的那个酱瓜 因为他们味觉上有问题 他们想要有点咸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通常会建议就是 可能鱼松的部分 可以稍微加一点 鱼松的部分 至少还有它的营养价值 那水果的部分 就是以木瓜或是奇异果 这种比较柔软的 又带有所谓的一个水果酵素的部分 它可以帮助老人家 他在吃完正餐之后 它可能消化系统比较差 所以它比较容易有脏气 或是说容易肚肚 感觉不舒服 那你饭后可以吃一点 像木瓜或奇异果这种水果 那午餐的部分 其实我们会建议 比如说像炖肉 其实是还蛮好的 因为它要把肉炖得比较软 对 比较软一点 那还有像大头菜 或是冬瓜这一种 它是瓜类的食物 它基本上它比较柔软 所以它蔬菜量 它就可以增加多一点 比如像刚刚讲的那种梗 它可能就比较难吸收 所以它一餐里面 它可以有瓜类的部分 那晚上其实我这边有设计 一个很特别 叫加钙米 因为其实我还是强调 就是老人家 加钙米要去哪里买 加钙米其实网路上 或者是说那个超市都买得到 其实像这种类似 对 忧郁的时候 一般中医来讲 是属于肝气郁节的范围 那如果再严重 气郁就上火 便于肝火上氧 就容易生气脸红 然后还有一种是属于 就是刚刚讲的痰气郁节 像有老人会觉得说 这边都常常一点痰 然后也没有任何呼吸 卡在那里 没有呼吸到的症状 可是就常常觉得 这边干干的 怎么样 脑袋就在点 点在那裡 其实这都是一些前兆 有没有 像大头菜或是冬瓜这种 它是瓜类的食物 它基本上它比较柔软 所以它蔬菜量 它就可以增加多一点 比如像刚刚讲的那种痘 它可能就比较难吸收 所以它一餐里面 它可以有瓜类的部分 晚上其实我这边有设计 一个很特别的 叫加钙米 因为其实我还是强调 就是老人家 加钙米要去哪里买 加钙米其实网路上 或者是说那个超市都买的 大卖场都有买 大卖场都有买 就是如果你家里有老人家 你要帮他做那个 所谓的一个烹调的话 加钙米的选择是不错的 它有增加钙的补充 那有鱼啦 有蔬菜的部分 还有所谓的 刚刚讲如果没有胆固醇过高的 但是可以每天摄取一颗的 然后蜗具 还有刚刚讲的肉丸的部分 那晚上的话 红豆牛奶其实它是有增加 为什么要挑红豆 因为红豆有点甜甜的味道 那它可以把牛奶喝进去 所以那把它 如果真的不行 就把它打成果汁 那也蛮好喝的 OK 好 那这是在老人家的营养部分 来 林医师 我想补充一下 这个刚刚为什么这个 那个有人说我老了 事实上是我认识他很多年 我们七八年前 不服气 对 不服气 那不过因为七八年前 他主编了一本书 NHK翻译过来的 事实上就提到糖尿病的因素 那我想刚刚营养师讲得非常好 就很多的这个科学的证据 要等等处理 很多的建议 可是我总是要 强调一件事情 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医学生的时候 在台大作业医师的那个 又讲以前 不过那时候的概念是说 我教你怎么做 你就照我的做 对… 可是我们现在的营养概念 事实上不是 对 是爸爸妈妈的习惯 是 从小年纪长大 从小 妈妈的味 阿嬷的味 那什么叫做阿嬷 那就是以前他年轻长大的时候 他那个饮食的很多习惯 事实上我们不能说 那个不好 或那个不对 事实上要以那个为基础 然后加 我们认为比较健康 巧克力我认为OK 但是你糖尿病的人 所有的糖 我认为我常常跟病人讲 第一件事情 来给我看 我说什么都可以吃 就说看你怎么比例 怎么去调配 哪有东西说禁用 没有 我们在医学理上 没有一件东西 真正是说你不可以吃 看你怎么吃法 你禁用 对 你要怎么比例上 所以我认为还是用心 包含伴侣 或是甚至病人自己本身 千万不要说 我们人家规定 那个不能吃 它就完全要去改变 改变了以后 其实煮出来就是 不是自己的味 自己根本就吃不下去 吃不下去 你在讲多营养 其实都白讲 牙齿要去弄好 食道的问题 是不是要改善 肠胃 胃的问题 是不是要改善 他的肠躁症 是不是应该 请家丁医师做改善 然后从饮食上 从运动上 来补充 OK 好 情绪变化大 其实我们刚刚在 前面也有提到说 老人家的情绪起伏 还包括了老人家 可能会有忧郁 可能会有 躁愈 情绪上面的问题 我们怎么样去注意 这个部分 那照护上 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来 精神科上的 最近几年的分析 大家都关心到 很多年轻人 等等烧炭 自杀 忧郁等等的问题 那我自己在 我父亲飞机失事 又讲以前 不过 父亲失事的时候 我曾经有忧郁过 我妈妈过世 我也忧郁过 吃了三年的药 真正请精神科医师的协谈 所以忧郁症在台湾 事实上 是有相当大的比例 包含医生都会有 那我想最重要的是 最近的统计 都已经每次 在全世界都告诉我们 老年人的忧郁症 老年人的自杀成功率 老年人当有忧郁的时候 不跟家人讲 不跟伴侣讲 没有办法跟子女讲 事实上 远比我们想象的 来得严重 因为我们爸爸妈妈 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亲人 事实上从年纪轻的时候 彼此的互动 或是等等 事实上常常有定型 当老年人 他常常觉得 我就是爸爸妈妈 你以前怎么看 也是我的孩子 所以当我有问题的时候 不会去告诉 也不会去想 告诉我自己的子女 可是聪明的子女 有爱心的子女 事实上应该要 从情绪变化当中 来注意 还有最重要的 如果你觉得 你跟爸爸妈妈的沟通 是远比你想象的大 可以让家庭医师 帮你忙 可以让精神科医师 帮你忙 我想因为我自己的经验 所以我六七年前 我请了非常好的 精神科医师 在我诊所 也希望说 不是用我家庭医师 有限的这个经验 就来诊断 来判断 然后中间 我想很重要的 在忧郁之前 在焦虑之前 当然还有很多情绪的问题 是来自于经济 来自于社会的变化 来自于亲人之间的疏离 或等老伴的 中间的这个关系等等 我想这中间 必须要非常有耐心的 去观察老人的情绪变化 不要忘了这个老年人的 这个忧郁症的死亡率 自杀的死亡率 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 是 所以一定要请这个专业的医师 来做帮忙 是 来做协助 是 那彭医师 在中药材里面 有没有什么开心的药 是 要讲开心药 看到红色就开心了 其实像这种类似 对 忧郁的时候 一般中医来讲 是属于肝气郁节的范围 那如果再严重 气郁就上火 便于肝火上氧 就容易生气脸红 然后还有一种是属于 就是刚刚讲的痰气郁节 像有老人会觉得说 这边都常常一点痰 然后也没有任何呼吸 卡在那里 没有呼吸到的增长 可是就常常觉得 这边干干的 怎么样脑袋在那里 其实这都是一些前兆 那我今天介绍这个枸杞 是不分男女 对 各种体质 枸杞 好普遍 对 是普遍 而且非常就是 肠肝养胜 对安定情绪 有很好的效果 它又非常的柔软 泡水 当饮料 可以当饮料喝 对 直接也可以吃的 OK 好 那我们一连讲了这么多 关于老人家常见的问题 无非是请 观众朋友 要多注意自己身边的 老人家长辈 那包括 长辈自己呢 也可以多多注意一下 自己的状况 那今天非常谢谢 四位专家 来到我们现场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也谢谢观众朋友 你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谢谢 谢谢 辛苦大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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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众朋友 谢谢观众朋友